上個禮拜的東西 大家看一下 今天第九次的 上禮拜第八次 裡面的話大概就幾個重點 當然就是SQLite資料庫部分 所以SQLite資料庫它其實蠻單純的 就是一個檔案 我們是叫Cursor01.db 它會存在哪裡 存在你的那個 預設的那個 module的旁邊 Cursor01.db 這個地方.db 是我自己取的一個副檔名 它其實不一定要點db 有些書裡面叫點SQL 反正副檔名都可以自己取的 我自己習慣因為那個以前手機的App 裡面也是SQLite 那它的副檔名就是點db 所以我是習慣沿用 反正兩邊 雖然 其實不同平台 但是其實 寫程式的方法都一模一樣 我只是把它稍微轉換一下 有的時候好像是 講國語 講台語好像其實也沒什麼兩樣 甚至有時候聽廣東話聽久了好像也聽得懂 而且好像已經誇到可以講了 因為 看太多那個廣東片的對不對 現在在想說 英文已經習慣了 大部分英文片 日本片會看久了 日文 慢慢也可以 對 至少聽懂一些 因為他那個 那個發音好像有些都蠻雷同的 他去的都市多一點 之後慢慢發音 OK 所以這個 這個 不還是要學習啦 只是說我覺得語言是一種比較直覺的 就跟這個程式語言也是一樣 你要慢慢 不要刻意去背它 而是要把它變成一種很直覺的 一個feel啦有沒有 那個感覺上來的 你會發現 寫程式就會很順的 但你那個感覺是硬背的 其實就不太容易把程式寫好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這種感覺 好 還是 五個 五個 還是就罩著抄就對了 好 所以其實 像資料庫的部分其實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以後呢 無論你是從外部進來的資料 不管是從檔案讀進來的 或者從Excel 或者是從 外部 像網路啦 或者是雲端 等等的 反正最後一定要把它存起來吧 你如果不存起來的話 他就在畫面上秀一下 不見了 沒有了 沒有怎麼辦 所以通常會怎麼樣 先把它丟到SQL live裡面 再把它讀出來 所以寫進去就是insert into 然後讀出來就是什麼 slate 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練習最多就是 insert into slate 那insert into裡面 我們會多講一個 叫execute menu 因為你的insert into 一定會不只一筆 那如果你是很多筆的話 你一直跑回圈 他就insert into 一筆兩筆 那當然 另外一個問題是 那個sicle語法 非常容易寫錯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是 文字就有雙 就有雙一號裡面還有單一號 而且差一個都不行 如果你用execute menu的話 那就用問號 execute menu這個 ok execute menu這個也是後來補充的 因為我也是看官方的 資料裡面 他教我就是說 要在 一個 中瓜糊裡面呢 再放中瓜糊 就是一個list裡面呢 再放list 然後我就照著做 就可以 這就好 不用insert into 不用 ok insert into 用execute menu 對不對 ok 所以 不過 哪一種方法好呢 execute menu 好 不過如果你只有一筆怎麼辦 只有一筆 也是可以啦 可是就是說 也是可以 對 可是execute menu 就叫many many就是很多啊 一定是多個 不過我建議啦 你兩個方法都至少要熟練 你不要取巧 像我以前剛開始 就都是 從那個 最難的看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就安裝一個request 不過安裝request好像一直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好像 不知道 舊的那個 Python 一直裝不進去 後來好像同學裝了新版 就ok了 為什麼 舊版不行 新版可以 其實到現在我還是沒有答案 後來我剛才跟同學講 有問題啊 你重裝 好了 沒問題了 為什麼 其實我到現在我還不知道 他只是說 Python 環境 舊的 舊不能跑 新的就可以 如果你們有答案都告訴我一下好了 我現在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下載那個 捷運轉程停車坐標 那這個是從 那個 台北市開放資料裡面去下載的 其他還有像什麼呢 台北市的零售市場行情 那並且我們增加了有那個 刪除資料跟 好像修改資料吧 還有就是說有關下載 Jetson格式 上個禮拜就是把那個 Jetson格式再run一下 裡面的話 基本上 我們有 在 練習一個 就是什麼呢 有沒有 這邊都有啦 其實所以你 request安裝之後 其實最簡單 就 Pype install 這個 這個 module 他就幫我把它裝起來了 那裝的位置基本上 你們可以自己去找啦 他一定是在你的韓式庫裡面 他這個來韓式庫LIB Library有沒有 就是 LIB就Library 韓式庫 裡面的話呢 他叫什麼呢 叫做Sites Packages 這個名稱 顧名思義吧 就是說 他是從網路上把它下載下來的一個套件 那會裝到哪裡呢 會裝到這邊來 所以基本上他裝進來的就是一個套件 request的套件 那套件裡面呢應該會有一個request module OK 所以大概的概念是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呢 很多東西 很多功能 假如沒有 那你就很簡單 Pype 空一個 install 然後把那個 套件 從 網路上 抓下來就好了 所以後面呢 我們還會用到一個 叫Beautiful Super 4 的一個 一個套 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 Beautiful Super 4 美麗湯 Beautiful Super 對 湯 4是版本 美麗的湯 這個美麗的湯到底做什麼呢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呢 我們的網頁有html的標籤 跟CSS的樣式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抓到的是 某一個標籤的某一個樣式裡面的某部分資料的話 那以前 如果沒有Beautiful Super 4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用什麼file函數找到什麼標籤的位置 然後再用什麼切割 如果是VPS on mid 如果是 Python的話 就是算他的位置 然後去切割 那光切割 不得了了 太複雜了 其實以前 VPS真的 我也是用這樣切割 可是真的太麻煩了 但是有Beautiful Super 4之後的話 這個問題就 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找到你要的標籤 跟你要的樣式 告訴他 他就幫你把那些資料幫你抓出來了 非常簡單 這個是網路爬蟲的 第一個重要 的套件 Beautiful Super 4 如果你會用Beautiful Super 4 大概網路上百分之八十的網頁應該都可以搞定 OK 所以第一個 這個是網路爬蟲的第一個重要 那 按部就班 OK 好 所以呢 可以怎麼樣 Request是把網路資料抓下來 然後再丟給Beautiful Super 4 Request不是抓網路資料嗎 Request是把整包都抓下來了 裡面還包含什麼它原始碼 有沒有標籤一堆的 那Beautiful Super 4其實就是把你要的東西 再 爬出來 OK 後面有蠻多範例 因為好像大家同學對這部分比較有興趣啦 怎麼樣爬那個 網路網頁資料 好像 不過我們先從簡單到複雜 因為 Request不知道 你直接講Beautiful 可能會比較辛苦 會比較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就是說 也許之後呢 可以再把它塞到database 裡面 因為 一樣的到底啦 我們把它爬下來之後呢 當然如果你沒有把它放到資料庫 它就不見了 它就瞬間而已啦 OK 只是畫面上看到 那一般沒有人說 畫面上看到就好了吧 通常還是希望把它記下來吧 OK 所以 一樣呢 Secret Lite部分 一樣要很熟練 上個禮拜部分的話 我們是到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我們是抓了幾個啦 不過我是建議就是說 你回家之後 盡量不要只是用我的範例 因為呢在 這個 台北市政府也好 或者是新北市政府也好 或者是高雄 台中台南一堆的 中央都有 他們都會有開放資料 我是建議 你可以找一些 你有興趣的資料 自己去試著爬爬看 所以像之前就有同學回去 馬上很積極的 就是去找 因為他每天都會騎 Uby 而且他是 住在新北市 所以呢他就去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去找到Uby的那個資料 然後呢 試著練習看看 果不其然 真的就出問題了 他解不出來 我再點他一下 他就會了 OK 因為他卡在某個地方嘛 後來他不會 他就問我 那我就把他的範例 拿來分享 OK 那也不錯啦 所以回去的話 一定要 多花一點時間 在 這些東西上面 那我們上個禮拜呢 主要就是 把那個停車資訊的部分 抓下來 第一個重要 就是什麼呢 先去 抓到用request 所以我們一定要 能夠有request 然後用get方法 去抓到他的網頁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網頁位置 然後get回來之後的話 另外也要跟他講說你的 編碼方式 那當然我前面講過 還有印象吧 如果你要知道他編碼方式 最簡單的方法 用什麼方法 還有印象嗎 為什麼我知道CP950 這邊有一個連結嘛 比如說我把它下載 為什麼會知道CP950呢 其實我之前有論壹會講 我最簡單的方法按右鍵 有沒有 可以用什麼呢 開啟檔案的方式 用記事本 記事本呢 打開之後 你可以另存新檔 這邊就會告訴你他的編碼方式 那不外乎就有兩種 一個是CP950 ANSI 一個就是UTU8 OK 我們看到他是 ANSI 所以 我們後面會多一行 叫什麼 叫這邊 抓的時候呢 我會用什麼呢 用那個 CP950來抓 因為你的編碼方式不對的話 如果你給他UTU8 他就會抓過來 亂碼 OK 不過 就在網路上目前看到的 就是 二分法 微軟跟非微軟 非微軟UTU8 微軟就CP950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檔案應該 是用那個 ECL做的 ECL存的話 應該就會自動是ANSI 但如果他是用像Google試算表 有沒有 他就會是UTF罷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還可以稍微了解 抓下來之後呢 並且把它塞到資料庫裡面 這個上禮拜我們練習過 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再去利用那個 台北市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裡面的話呢 其實 就是去看一下 哪些東西價錢多少 一樣 我們又延伸 多講了一些像那個什麼 Drop Table if it is 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你開啟的時候 如果你要更新 更新意思說把舊的刪掉 放心的嘛 Drop Table意思說把整個資料表刪掉 那我就 再重新 Create Create之後的話 if it is Market 然後把裡面再鍵 12345個欄位 那這五個欄位如果你實在是偷欄的話 我是上禮拜有講過 用ABCD也可以啦 至於那個藍位名稱你現在記不起 你不想管他的話 你反正就全部test就好了 可不可以啦 只是說效率比較不好 效率不好 差多少 差那個 千分之一秒好了 你根本無感 OK 但是未來如果你資料很大的時候 你不能這樣喔 你資料大了之後 那就有感了 OK 你要很精確啦 好 那因為test其實是非常沒有效率的 如果你大量資料的話 那再來的話呢 上禮拜有提到有關那個 就是 EQ Menu 不過這EQ Menu 我剛才提過了 大家應該會比較喜歡用 EQ Menu去執行 因為他的好處是什麼 後面都加問號就好了 幾欄就幾個問號 這真的是很 很棒 不然的話 以前光用Etherin2 自己去 判斷說到底 文字前後要加單引號那個東西 其實是真的很新 但是你要記得喔 就是Append的 它其實就是把 一個List 再串到另外List裡面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它是一個List裡面 又一個List OK 好 那其他的話大概就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那個有關 開放者的Jetson 那我們上禮拜也有練習那個把 就是 那個什麼228 就是那個公園的景點 也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 今天的話呢我們就接著去來看那個後面 這個當然上禮拜講的 我們就 接著繼續看後面部分好了 再來的話呢 就PN2.5好了 所以再來我們改到那個行政院 中央的 那這個有PN2.5 我想PN2.5 現在大家最關心的部分 就空污 現在污染很嚴重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那個 電力 水電的問題 反正就公共議題啦 其實呢 其實像什麼 台電應該也會隨時公佈 就是目前的 貝載 電力剩下百分之多少 有沒有 其實買一個電廠發電多少 那現在用到多少 剩下多少 其實也會有清單啦 如果像這些資料的話 你也可以即時把它抓下來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爬下來 放Database 或者是放一個Jetson檔 放在Server上 手機下去抓 顯示出來也是可以啦 兩邊就是手機端 去抓Server端的 這個Data 由Python去產生 去抓 其實也蠻多是這樣的使用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有一個 有沒有 兩個 三個 那我們可以先練習一下 是 不一定 其實Jetson就有開放資料 手機端也可以啊 手機也可以直接去讀到一個Jetson檔 也可以讀 CSV啦 那所以現在很多手機App有沒有 它其實就一件事情 就是去把那個 我們產生的Data放Server上 去把它讀過來就好了 或者有些人甚至直接 讀取就直接 政府的開放資料讀出來 我秀 就直接秀在手機端而已啊 所以其實App的設計很多其實就是 抓 然後抓 人家開放出來的資料 去顯示而已啊 OK 像我有弄了好幾個App也是啦 只是抓人家的東西 把它秀出來 OK 像那個台鐵啦 高鐵有沒有 那些App也是這樣 因為它也會有一個Data嘛 你就把它先丟到手機端的 SQLite資料庫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台鐵的那個 時刻表App 它有時候會更新嘛 更新說它再去抓 那個 也許一個Gestion檔 然後呢就把它 Insert into到它的手機端的SQLite 然後要需要的時候再來查不就好了 OK 所以其實概念都一樣喔 只是說換一個平台而已喔 然後 最近因為那個Oracle有沒有 告Google嘛 Google很不爽嘛 所以它就怎麼樣 就是不要用Java了 所以它現在呢 就換一個語言的 它不就用Java 我本來想說會用Python來 開發 如果以後手機App 用Python來開發 不過我想這應該也有可能喔 未來手機的App 也可以用Python來開發 那更好 所以你們現在一學嘛 所有平台都沒有問題的 OK 以後你也可以拿Python來開發手機App 目前它現在叫什麼 Calling 它另外有一套又一個語言 又跟Java長得很像 但是就是要避開那個什麼 避開那個Oracle 部分的 那個那個 就是那個Oracle告它的那個問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這樣一賠 就至少要賠93億美金 不得了 93億美金 那個Oracle算盤會 蠻會算 它好像才 買生羊大概才花65億美金 結果它告了 告贏之後的話 就可以賺93億美金 而且這後續還不只是這樣喔 還有全世界 使用Java的那些廠商喔 尤其是台灣很多的金融機構 都是用一定要Java 哇這些如果 它如果 不改變的話 可能Oracle也會有類似的 有沒有 就是寒蠶效應嘛 就全部通通 哇那不得了 那個後 後續的商業利益 簡直是 喔 比那個 那家公司本身的 原來的那個 價值來的多很多了 給他警衛先試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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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